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挺喜欢听就是明镖的音乐 但是我没有表 没有在舞台上 没有在舞台上唱过 对 我想起了一首歌《深夜食堂》 那个剧的主题曲 我觉得挺适合安静地表达的 可以 行吗 那行 那咱们就定这首 我们给对方鼓鼓劲吧 加油 陈红瑜 加油 马盐盐 陈红瑜可以说是当下华语乐团民谣领域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青年歌手了 那么在明镖风靡的那几年呢 他也凭这一系列的音乐作品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是陈红瑜的综艺首秀 既然他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不妨让他来试一试 这首歌曲作为背景音乐拍摄的视频播放量达到了232.6亿次 他是一个非常会利用自己声线来演唱歌曲的一个歌手 他的声音非常的醇厚 实力畅僵 而且他还是个演员 再说一遍 我不认识什么 不听 我也不知道这个照片怎么造成 他对一些比较走心的歌曲的演绎 情感的拿捏方式非常的到位 满盈盈在我身里可以说是华语乐团的一个宝藏女孩 绝对是值得大家期待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在路灯狂的波浪里 雨滴一颗一颗落成细线 穿过车窗的缝隙 落在我的脸上和眼睛里 巨黄色的巨大的光 云那一个街一个经过我们 我就这样恍惚着 听见你倾吐出心里的秘密 陌路的人去背影 唱起泡脚的浪河 窗外的雨水 纷纷握紧你的眼里 哇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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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欢迎洪玉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 他有很多很棒的作品 比如说像那个《理想三巡》 这张专辑吧 当时拿了咱们唱功伟 年度最佳的一个新人奖 现在已经是中年人了 那说到马盈盈 大家对他的最初的认识 肯定就是咱们中国好声音的第四季了 但是在去年 我听说有一首歌特别火 是吧 叫《树》是吗 《树》 《树》 对不起 《树》 追树的《树》 对 追树 这首歌听说在这个媒体平台上的播放量 达到了两百多亿的点击 就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真的吗 不可能吧 不是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就我能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也能唱到一首歌 能够被大家喜欢 我觉得这个都是在我预期之外的事情 我先说马盈盈 因为我们是很熟的朋友了 我们其实应该算是邻居 对不对 对 然后盈盈唱歌一直都特别特别厉害 我一直都知道 然后我也非常喜欢陈鸿雨 她那种一唱就可以走进别人心里一样 我觉得这样的声音很温暖 而且你很愿意安安静静去听 非常非常喜欢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完全沉浸在她两个世界里面 马盈盈 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女孩 我是 隔壁的红雨感觉也是 感觉深藏不露 所以我就特别期待 你俩如果继续在这个舞台上会 到底会带出一样什么样不一样的火花 所以我 我